中文字幕 李宗盛 沒有啦 還可以再上去一點 沒有啦 我要挨出來 等一下 等一下 30歲的簡權佑 和80多歲的阿公簡慶黃 兩人是常常連停車這點小時 都能意見不同的 即使如此 五年多前 簡權佑還是決定回嘉義大林 種鳳梨 賣鳳梨 跟著務農一夾子打拼一輩子 做到農會理事長的阿公做事 可不輕鬆 長輩多少有自己的堅持 像他就無法理解簡權佑 採七八分手的鳳梨 是為了宅配出貨考量 這個可以啦 這個可以在鍋子 還好這孫子也不那麼強硬 會適時順著老人家 因為他知道阿公對農業的用心 早年種水稻噴農藥 身體不舒服之後 就開始減少使用 還試圖勸其他農民跟隨 那時哪有人聽得進去 他只能自己做 只是不用化肥種出來的鳳梨 賣相不夠好 容易被盤傷退貨 他整車過去人家之後說 我不要把他退掉 因為他覺得太小了他沒有 我阿公就會很難過 他就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這一堆要怎麼辦 遇上這種狀況 往往只能原地氣質銷毀 從小寒暑假就跟著阿公生活的 簡權佑懂他內心的失落 因為阿公對鳳梨 是連採收都細心呵護的 生怕磕磕碰碰傷了 辛苦栽種的成果 只是以前知道為知道 簡權佑從沒打算務農 他跟著從事珠寶設計的父母 住台中本想當廚師的 所以積極參加國內比賽 奪得佳績 也到新加坡實習 爭取工作機會 直到有次參加了 泰國極限廚師挑戰 突發奇想 拿了阿公的鳳梨入菜 麥芽去熬我們的鳳梨 單純讓它有花香出來 我們老師就說 你鳳梨 你不要選館廟的 也不要選 不選那個大叔的 為什麼偏偏要選大梨 其實我們有去調 各有各的特色 但是我們家鄉大梨的鳳梨 真的特別的香 做壽司它的粘稠度也比較高 跟鴨肉搭起來 是真的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才決定用大梨 比賽的經驗和老師的反應 讓他感觸很深 因為我們在比賽過程中 選用了大梨的鳳梨跟米 後來拿到佳作 就是亞洲第四人名次 我覺得其實我們大梨的品質 是好的 缺乏區域行銷 那為什麼不回來轉型 來把農業轉型 把我們大梨的農產品 把它往上推 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好的地方是誰 他把這想法告訴父母 沒想到竟意外獲得支持 為什麼不回來種 那時候我在想這個 他回來種是不是 把名聲弄出來了 那是不是更多人知道 那是不是可以幫助到這邊 那我阿公就不用那麼辛苦 這的確讓阿公好欣慰 但他又捨不得寶貝孫子吃苦 但是他又希望我回去做廚師 他覺得做甜的工作太辛苦了 沒那麼簡單 要靠天吃飯 但是我覺得各行各業 都要他辛苦的地方 所以我們都不用去怕辛苦 全力去做就對了 沒想到這孫子真有決心 退伍後就搬回老家 只是當祖孫成了工作夥伴 問題就來了 在有點強勢打工眼裡 孫子好像怎麼做都不夠積極 我比他比較來行 因為 比他比較來行 政界我比他更來行 沒關係 我們起碼老人家都是這樣 健全又不爭 老一輩的經驗他聽 但也去進修學習 用有機肥和菌來栽培養土 之後再好好讓阿公理解 務農可以有效率還能永續 他們很喜歡從早上做到很晚 都要天黑了才要回家 但是這個這麼多 他沒有時間管理 因為我們用酵素 還有一些菌 讓他養他 才會讓他自然熟成 所以他的心跟肉會非常的細 水分也會非常的多 只是等待熟成 這一年多的時間裡 難免有風險 今年天冷的時間長 就出現好多早熟小果 不用農藥化肥 就要隨時注意田區狀態 分區栽培來調控產期 務農學問大 還好後來有人願意一起奮鬥 那是從香港嫁來台灣的妻子 劉曉雪 很能想像這來自都市的姑娘 結婚才三年多 已練就俐落手腳 下刀精準 他的心也比較細 你會稍微看一下他的心 對 對不對 雖然他很大顆 但不會超過50塊 對 這樣子他比較細緻 對 而且他從不賢苦 還樂在其中 就是因為我喜歡吃鳳梨 再加上又喜歡悠悠 才會嫁過來這邊 再加上我覺得在田裡 就是田裡可以回歸 我們很多特別的東西 不是鳳梨長得很漂亮嗎 那每次我是到銷售的時候 要切點鳳梨 客人吃的時候就覺得 哇 這麼漂亮的鳳梨要切掉了 人家就看不到它這麼漂亮 多虧有它 讓簡權佑在首席種植 緊接著得面對銷售困境時 能不屑氣 他們當初先從市場擺攤開始學著賣 再試著找願意配合的通路 一開始是在菜市場的時候 一個禮拜賺不到一千塊 那也有餐廳說 你這個東西我們不需要也太貴了 也有遇過這種的 還有也有點挫折 但是後面慢慢地調整慢慢調整 我跟我老婆這樣跑跑跑 跑到後面習慣了 所謂的調整是 除了大方提供試吃之外 在考量成本兼顧品質的狀況下 想辦法去證明自己的價值 那殘旅的部分 那我們也有加優先認證的部分 那也有一些農藥殘留的 我們都是零 我們該有的東西都有 一整套的 那你在這個市場 才有辦法生存下來 如果你都沒有 你還在過人家不會理 當然過程不會全然順遂 可以參考看看 我們大嶺的鳳梨 可以試試看看 謝謝 好不容易穩定菜市場的銷量後 簡權又還要想的是 田裡那些賣相不佳的小過 該何去何從 那也都是成本和心血啊 家裡面的人也會說 你不是要賣嗎 你有一天 你有辦法把小口賣掉的時候 你再跟我講 你做不好人家會懷疑你 你回來看吧 對啊 這是比較現實 壓力也很大 還好他們夠拼 什麼管道都去接洽 終於找到能配合生產 果乾冰淇淋 甚至是面膜的夥伴 也因為成功轉型做電商 度過疫情考驗 有了進軍北部百貨公司 銷售的機會 這金轉 哪裡的 嘉義縣大嶺的 因為我是大嶺的小孩 那我在外面 不管是什麼農產品 我很少看到大嶺 那我終於有一天 在一個百貨公司專櫃看到大嶺的鳳梨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肯定我的一件事情 我走出去 我可以跟人家講很驕傲說 我大嶺人 大嶺鳳梨沒讓人失望 不但這次北上業績亮眼 這些年還能以一顆五百多塊錢 外銷港澳日 健全又越做越有信心 有了大的夢想 因為人家聽到大嶺的鳳梨 就會想到這邊 那觀光客就會來了 那來了時候 是不是就會來這邊玩 那會來玩的時候就會消費了 那是不是就會影響到周邊 那這邊會變得更好 人也會變多 如果沒有這些的話 其實大嶺不會成長的 那就要更努力把細節顧好 像是在分級時 考量消費者使用速度和習慣 做好分裝 這邊是比較綠的 這比較黃 他們這樣 很貼心的地方 他們就可以慢慢吃 不要打開 就黃黃通通的 香港的步驟很快 對啊 你完全停下來歇息一下的機會都沒有 對啊 你不會看到說 人家在田裡這一面 或者你只會看到人家 就匆匆忙忙的去上班 每天存付的工作 但是你在這邊的話 你會體會到不一樣的人生 對啊 我覺得我對人生很精彩 因為我喜歡這份工作 我覺得這份幸福是值得的 廚師最多就是讓菜有生命 那我是讓我的家鄉更有生命 完全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會想要做這些 很辛苦啦 說人真的很辛苦 也有很多人不認同 但是努力做 有一天一定會更多人認同 他們相信繼續努力 也許有一天 大家想到楓梨時 第一個想到的 會是嘉義大林 我會想到那些不同的事情 我們會進來 我們可以進來 梳梅